嗨 大家好 我是杰米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刷出像花朵一樣綻放的睫毛 影片教學非常簡單 為什麼呢 其實我刷睫毛膏的經歷大概才一年而已 是自從我縫雙眼皮之後 我才開始鑽研怎麼刷睫毛的 我以前睫毛是完全沒有妝感可言 不過要先感謝一下我的啟蒙老師黛黛 我之前是看他刷睫毛膏分享那篇文章之後 才開始學會怎麼刷睫毛 那當然再加入我自己的方式去做改良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麼我們直接開始囉 請事先準備一個睫毛夾 一個睫毛底膏 一個捲翹型睫毛膏 一個纖長型睫毛膏 以及一支燙睫毛器 睫毛捲翹的第一個關鍵 就是在於你怎麼去把它的角度給夾出來 我習慣手拿著鏡子 然後鏡子放得有點低 你大概會看得到你的鼻孔跟你的下巴 一般關鍵會說45度這樣 那我是覺得只要你看得到你睫毛根部就好了 接下來拿著你的睫毛夾 放進去之後有點往上頂 把睫毛整個翻起來 然後去從根部開始先夾 停大概3到5秒後放開 這樣子 你的睫毛就會被夾翹了 那這個步驟我習慣會先用手 會把它輕輕的撥開 為了讓它的捲翹度持久 我會先上一層睫毛底膏 那刷的時候技巧也很重要 這時候我的角度 我手拿鏡子的角度還是像剛剛那樣子 你看得到睫毛根部為主的45度角 第二步我會使用捲翹型的睫毛膏 以Z字型的方式由下午往上去刷它 第三步我會出動我的燙睫毛器 也是從下往上輕輕的 先把一些膏體太多的睫毛把它給梳勻 減少蟑螂腳的機會 再來我才會用燙睫毛器 去做一個定型捲翹的動作 如果這個時候你覺得你的睫毛還不夠長的話 你可以再使用纖長型的睫毛膏 加強在睫毛尖端的部分 這樣子 接下來分享下睫毛的刷法給大家看 一樣手拿著鏡子 習慣下巴內縮 拿著鏡子 嘴巴張開 發出 阿 我是靠用這個方式來刷我下睫毛的 接下來我會使用纖長型的睫毛膏 來彌補我下睫毛先天不足的長度 一樣也是發出阿的音 阿 雙下睫毛的方式有些人習慣平拿 有些人習慣直拿 我覺得只要依你自己最喜歡的方式就可以了 最後再使用燙睫毛器 加強下睫毛的捲翹程度就完成囉 如果說你的下睫毛尾端沒有睫毛的話 也可以使用眼線液筆來做加強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教學影片 也希望大家都能刷出如花朵般 綻放的假睫毛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一個like 或者是直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謝謝 我們下注了 還有,設定 提供 有